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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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開市錦囊的直播環節 我是節目主持人鍾維欣 先和大家跟進講股最新的情況 大市今日在競價時段高開超過200點 現在升勢稍微收窄 升109點 報22,079點 收復2萬2這個關口 國企指數升122點 報1027點 至於大市成交金 暫時有81億 國企期指還在22,025點 暫時升53點 低水46點 成交量方面有7000多張 好 之後就和Harry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軟志氣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Harry 你好 剛剛一開始也有提到 港股方面 昨天高開200多點之後 越升越有 未試時段受惠A股法力 曾經大升3% 升超過600點 最終升了511點 今天在競價時段開始的勢頭都不錯 維持超過200點的升勢 但似乎好像沒有力在上衝 最重要的是 看著成交金額仍然不夠 但昨天來說 很多醜股都有大翻身 好像豪島股方面 一些汽車股 或者比較少看的經銷商等等 汽車經銷商 這些股份都抽升上來了 因為很多都有一些不同的公司動作等等 聯想都表現不錯 剛剛我講到的股份 今年年初至今 他們累積的跌幅都非常多 所以有些明顯反彈 都不足為期 暫時來說 港股方面 都是那句例子 要抵抵美國是否加息 所以說今天會是關鍵日 暫時來說 觀望情緒有多濃厚 港股今天升到一百零幾點 但又要看回A股的情況 暫時來看都是 如果你計算的點數 的升幅上 可否保留到百零二百點的升幅 要看看A股 究竟今天很大件事 有個幾乎是偶紅對決的淨情況出現了 先說回昨天的情況 突然間見到A股收上去 港股也是跟上的 當然 你那秒鐘去看的時候 究竟是港股影響A股 還是A股影響港股 大家都眾說紛云 但消息面上來說 當然說的是場外配資那邊 而之前我們說的 其實一直強行斬馬戰 去到這秒鐘 就見到中正監有些消息也傳出 本身場外配資還未必須這麼快 完全平倉 不用硬斬馬戰 慢慢讓你走 見到時間拖長了 對於股民來說 其實以往場外配資一沒了之後 插鬚就拔出來了 現在插進去 見到資金湧進去買 不斷賣上去 很快的升得 這個消息來講 會不會是overreact了在A股的情況 大家也可以定斷 我自己覺得 就有點誇張了一點的聲勢 對於之後 本以為場外配資 可以帶動到A股 有持續的回升趨勢 去到5點就有大件事 全部中外報紙的財經辦都會說這件事 就是證監的主席助理 張玉君被人違規調查 對於股民來說 第一件事當然是 很多聯想走出來 究竟由6月開始的舊市措施 到現在這秒鐘為止 原來會不會是一個利益輸送 因為大家看市場上的財經 topic 是捉耐軌的 主席助理張玉君 現在很多文章亦爭相報道 究竟他有甚麼來歷 原來跟中信那邊的董事總經理 原先是同學 在大學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會想到很多事情 先前我們這個星期 一直在說中信證券被人查 裏面會不會有違法沽空 很多不同的消息 會不會用一個球賽去看的時候 現在中證監張玉君被查 即是連球證都走下去打球 這是大家有很多的心思 所以今天為何會有所謂牛熊對決的看法 由張玉君這個事件 可以引申到究竟 中證監捉耐軌 又或者去查不同 券商中間的一些關係的時候 會不會只是一個開始 這個就很值得大家去深思 今天人民日報的海外版 本身頭版裏面 都會有講到這個論點 他都覺得是一個開始 會不會令到市場引起一個 新一輪的恐慌 這個是一個紅的看法 如果你用牛的看法 即是好的方面看 會不會是一個新的開始 都可以的 大家要如何去定斷 這個市場你會見到 今天那個波動性 又或者是升幅跌幅都好 就給到一個答案大家 所以今天 除了說在港股這邊 看聯儲局的意識會議結果 的最終答案之外 中國這邊就出了一些波難 都會很影響到港股的表現 所以我預測到今天 如果港股的成交額 面對著這麼多不明朗因素 始終都可能會萎縮一些 好 暫時在22,078點 但你也要講一下 恆子的走勢 暫時都比較觀望為重 我聽你說 成也A股敗也A股的感覺 是吧 昨天A股來講 突然間未試秋星 今天就偏遠了 上證指數跌24點 去到3,127點 深淨城指跌35點 報9,855點 而滬深300指數下跌29點 報3,278點 你也講到 其實頻頻看到中資選雙股 很多高層被拉下來 最新來講 其實數下數下 已經有12位官員 即高層出事 而今次大家也講過重點 就是鍾盛監的主席 趙剛 其實他都好像失落中 這陣子 很久沒見過 很多人 可能他問責就升溫 曾經擔任深交所和上交所的總經理 是不是 如果你用內地的角度 很多文章其實寫過 他會是下屆的人行行長 如果你用內地股民的看法上來講 為什麼我覺得這麼大件事 以我認識的編制來講 他是中證監第二第三把交椅 所以趙剛被問責的 大家會想的升溫 而在這件這麼大件事 你會見到 這個證監會的主席都沒有出來 而且近幾段 我都好像沒有見他三四個星期 所以大家也都明白 在這個所謂調查風暴當中 我怕的事情只是一個開始 會不會說 某某證監的一些助理 又會和海通那邊又有些問題 這些就是投資市場會比較擔心 或者是會比較擔心的一件事 你說對市場是否一個很大的襯蕩 港股這邊未必完全是 但至少我們知道 大家就不要碰住那些券商股 因為會不會是一個開始 而令到大家 因為這些是非基本因素 和技術因素的分析 是人質關係 會不會說 聯署查這些券商 所以形勢上來說 如果你本身的氣氛上 始終會有少少少打擊 OK 好 那些券商股最近都沒有什麼運行 整個版法來說 都是比較差一點 順帶都跟進一下他們的造價 券商股方面我們看看 例如中信證券6030 股價來講 是向好的 升1.6% 升2.4% 報15.52 河通證券 升3.5% 報11.96 中國銀河證券 升幅顯著有3.5% 最新報5.86 中國光大升2.4% 升超過1% 郭泰軍安 升3先報2.1.9% 升幅超過1% 全部都升 可能清了些乳血 可能是這樣踢的 還有可能也打算調整了一陣 是時候都回一回貨 始終好像大致 講一講一下好像縮了些 行市方面升89點 22,053點 究竟今天可不可以 找到22,000點上水平走呢 我們密切留意著 下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不夠時間講內地股市的走勢 或者休息一會 稍後再跟大家跟進多一點 這方面的情況 密閣庭觀眾不要走開 有事想問我們 關於股票方面的部署策略的話 可以隨時打給我們 電話耳線就是204-6566 我們稍後再談